立法会大会今早恢复会议 首项议程安排 刘晓礼议员再次宣誓 虽然之后梁仲恒议员 和邱惠正议员都尝试宣誓 但是最终梁君彦主席 以安全理由邀请保安要求两位离场 梁教授对于今天的会议结果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我今早说就是未必会 开了会 现在看样子就是因为议程的调动 就让刘晓礼先宣誓 然后才进行会议 所以今天的会议都算是 刘晓礼已经宣誓到 但是接着梁柚和邱惠正 出入会议的会场自己宣誓 接着就受阻撓了 结果就绕阳了之后 主席就说要转到第二个会议室 来开今早的会议 都算是顺利了 接着就进展就 大家都知道了 是通过了 就是立法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就是成立这个小组 就是调查这个特首的UGL的事件 不如我看调查归调查 最终 假如特首是在位的话 我想都很难再进一步有什么结果的 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见到现在的形势就是 由梁两位议员都暂时都应该不会有迹象 可以再次用一个真真实实的议员身份 就是宣誓成功那样了 其实现在都应该要照看中央他们方面的举动 你觉得之后的议会是否都是用类似的 我想不会出现的 因为明天就是开庭要聆讯CY 就是我特首申请不让他宣誓这件事 我想今天人大常委 我现在刚才开会了 直至2.1为止 我很相信今天之内应该有决定 就是他释不释法 就是说他们为基本法 所以就不会被他宣誓 假如他释法之后 直到今次都讲了 法官一定要跟条文来判这个案 假如这样的话 梁游两个都不可能恢复这个所谓议员的身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短期政府要宣布要重新选这两个议席 事件酝酿到现在 其实最关键都是这一两天所发生的事件 那我们就应该要继续关注 究竟之后两位议员的走向到底是怎样 和中央方面有什么 中央已经没得选择了 我们已经去到这个位置 实际上正如现在很多泛民或者法律人士 都觉得我们一国两制 那个法治的情况 已经是 可能我们不太清楚大陆的 如何掩饰我们的基本法 所以再不是以前那一套 用英国的传统去看我们的法律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舒服 不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议员搞出来 就是我们选出来的议员搞出来的事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挺遗憾的 那我们今天的议论就到此为止 多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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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